《孟婷的黄昏故事》 女儿刚放暑假 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 我只好临时把她送去我妈家 让她帮忙照顾几天 本以为没什么问题 没想到才过两天 我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佳佳 你快来接您衣吧 她说想回家 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头就匆匆挂断了 此时我正在开会 只能暂停会议 急忙上车 马不停蹄赶往我妈家 一路上 我心里疑惑不已 妮妮一向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无缘无故闹脾气 更不会突然说要回家 她当时去姥姥家时 还是兴高采烈的 说想跟表弟一起玩 怎么会突然想回来 但我妈在电话里的语气那么着急 似乎出了什么大事 我忍不住担心起来 怕是女儿出了什么事 快到我妈家时 远远地透过车窗 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站在烈日下 我心头一紧 赶忙踩下油门 加快速度开过去 走近一看 果然是女儿妮妮 她直挺挺地站在大太阳下 身边放着一个粉色的小行李箱 而我妈家的大门紧紧关着 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怒火 外面四十多度的高温 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们居然把我女儿赶到外面 我急忙停车 跳下车的瞬间 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 像一团火一样灼烧着我 妮妮 我蹲下身 心疼得不行 女儿听到我的声音 抬起头 小小的脸上红肿不堪 眼神呆滞 看见我 她终于忍不住 哇得一声大哭起来 妈妈 舅妈赶我走 不让我进门 我好害怕 说着 她扑进了我的怀里 身体发软 整个人无力地靠在我身上 我伸手一摸她的额头 滚烫得吓人 双手却冰凉 我的怒火一下子涌了上来 抱起音音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房门前 按下密码锁 猛地踹开了门 这房子是我买的 也是我装修的 密码锁还是我亲手装的 密码我当然知道 冲进房间时 餐厅里凉爽的空调开着 我妈、嫂子和侄子琪琪正围坐在饭桌前吃饭 谈笑风生 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气 仿佛门外站着的我发烧的女儿和她们毫无关系 我妈见我气势汹汹地抱着孩子进来 脸色立刻变得不自然 急忙站起来迎我 佳佳 你来了 她放下筷子 往前走了两步 而坐在旁边的嫂子 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斜了我一眼 却一句话也没说 我气得浑身发抖 把妮妮放下 怒气冲冲地质问 谁把妮妮赶出去的 大中午的 这么热的天 你们让一个孩子站在大街上 万一出点是怎么办 我的声音又尖锐又颤抖 几乎吼出来 我知道 嫂子平时不喜欢我和妮妮 尽管表面上 我们一直还算和气 这次送妮妮过来 我特意提前给嫂子买了一套昂贵的护肤品 还给侄子买了一台学习机 就是希望她不要有意见 毕竟大哥一家住在我妈家 照顾妮妮几天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 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家家 我们没有赶她 是她自己说想你了 我妈见我发火 急忙解释 显得有些慌乱 想拉住我 却被我一把推开 她亮呛着后退了几步 脸色难看 我知道这世的幕后推手是谁 我妈不过是被嫂子利用了 平时我在娘家受气都能忍让 想着家和万事兴 只要不是什么大事 我愿意退一步 大家还能和和气气的 但没想到我的退让在他们眼里成了软弱可欺 今天竟然敢挑战我的底线 我继续追问 她才七岁 她懂什么 她会自己开门跑出去 她现在发着高烧 你们知不知道 这分明是有人故意的 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情绪激动 话音刚落 只听见啪的一声 嫂子把筷子重重摔在了桌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指使的 我赶她的 嫂子立刻不依不饶地站起来 阴沉着脸走到妮妮面前 声音冷冷地说 妮妮 你说 是不是你自己说要走的 有人拉你了吗 还是有人赶你了 说呀 女儿被她凶狠的语气吓得浑身发抖 直往我怀里钻 我挡在她面前 冷冷说道 你少吓唬孩子 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听我这么说 嫂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冤枉 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 一个嫁出去的姑娘 还天天往娘家跑 真是没教养 还让老娘给自己看孩子 谁有空给你当保姆 你以为你是谁 孩子是张家人吗 要找人看孩子 找你公婆去 嫂子越说越气 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上 她明明知道我公婆早就去世 却故意这么说 实在恶毒 我看着妮妮 脸色越来越红 顾不得再跟她争辩 只想着赶紧给女儿物理降温 我抱起妮妮 快步走向楼梯旁的房间 这房间是我专门为自己和妮妮留的 平时我回娘家就住在这里 然而 当我刚打开房门时 一条土狗突然从里面窜了出来 对着我狂吠不止 我吓了一跳 赶紧呵斥了一声 想把狗吓跑 没想到这家伙越发猖狂 一边狂叫 一边还想扑到我身上 旁边的嫂子却像看笑话一样站着 兴致勃勃地盯着我 还一边对着狗指挥 大黄 咬她 快咬她 不要脸的东西 跑来我们家发什么疯 快咬死她 怀里的妮妮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哭着喊道 妈妈 我怕 我想把妮妮放到床上时 才发现我的房间已经变成了狗哦 原来的大床不见了 地上摆着一个黄色的狗笼 笼子旁边散落着狗的石盆和玩具 房间里充满了臭气 地上到处都是狗尿 我瞬间气炸了 扯着嗓子大喊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妈急匆匆地走进来 站在门口 眼神闪烁 显得很心虚 试图解释 家家 事情是这样的 琪琪刚买了一条狗 这狗太活泼 总是乱跑乱尿 家里没地方 所以暂时把你的房间腾出来给它住 反正你也不缠回来 它的声音越来越小 越说越没底气 我攥紧了拳头 几乎要忍不住动手 愤怒地质问 这就是你们敢把妮妮带走的原因 为了这只疯狗 我看着我妈 怀里是发烧的妮妮 脸蛋滚烫 旁边那条狗还冲着我狂叫 时不时试图爬上我的腿 种种复杂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忍无可忍 狠狠地一脚踢向狗 把他踢到了墙角 原以为这只狗会被我踢死 没想到它挺抗揍 滚了几圈后 竟又站了起来 虽然不敢再靠近我 只敢远远地冲我叫唤几声 侄子见我踢了狗 气呼呼地跑过来 指着我嚷道 你是坏姑姑 坏女人 你敢踢我的小狗 我告诉爸爸 让它打死你 说完 它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玩具枪 对着我扫射 嫂子见我踢了狗 觉得面子挂不住 便故作委屈地抱起狗 又哭又闹 反了反了 这家里是你当家了 它假哭着 还不停用眼神挑衅我 我气得发抖 反骂道 不让我当家 难道让狗当家 我妈站在一旁 左右张望 不知所措 只能揪着一脚 无奈地看着我 嫂子被我一骂 脸上更挂不住了 气得从桌上拿起一杯水 直接泼向我 我侧身一躲 顺手拿起桌上的另一个杯子 比她的要大一倍 毫不客气地朝她脸上泼了过去 她没反应过来 顿时被淋了个透湿 我泼完水后 抱着妮妮上了二楼 到了楼梯中间 我一脚踢开卧室门 把妮妮放在床上 这间房本来是我哥哥和嫂子住的房间 也是这栋别墅里最大最豪华的房间 当初装修时 哥哥磨破嘴皮子非要住这间 我心软 最后答应了他们 可现在连我自己的房间都被他们霸占了 看来我也没必要再留这间给他们了 满脸水的嫂子 见我进了他们的房间 气冲冲地跟了上来 边跑边喊 你干什么 反了你 你进我房间干什么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来到我面前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指着我质问 我没理会她 安顿好妮妮后 直接把床上的被子掀下来 扔到地上 又从柜子里拿出新的被褥换上 然后去卫生间洗了条毛巾 敷在妮妮的额头上 又从医药箱里找出退热贴和退烧药 整个过程中 嫂子一直在一旁跳来跳去 一会儿说要报警把我赶出去 一会儿说我私闯民宅 一会儿又说她的东西不见了 骂我是小偷 没消停一刻 可不管她怎么闹 她和我妈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妮妮一眼 关心一下孩子的情况 这才是最让我心寒的地方 我知道妮妮一遇到热或受到惊吓就容易发烧 这次发烧肯定是因为站在大太阳下太久 再加上被狗吓到才导致的 安排好一切后 看到妮妮的情况稍有好转 我的心才终于安定下来 我尝出一口气 静静地坐在床边 冷冷地瞥了一眼嫂子 好了 你们可以滚了 我翻出手机 找到别墅的不动产证明扫描件 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嫂子被我的话吓了一跳 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 愣愣地问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这是我家 滚的人应该是你和你女儿吧 他愤怒地咆哮着 像一头失控的野兽 看来 我哥从来没告诉他真相 以至于他如此猖狂 我从大学开始跟着学长创业 毕业后创办的公司已经小有规模 作为公司的元老 我不仅拥有了不少股权 还获得了丰厚的分红 当年我哥和嫂子刚结婚时 他们一家人还挤在一个二十多平的小破房里 我刚买下这栋别墅时 我妈知道了 整天在我耳边唠叨 说我只顾自己享受 也不管他们的死活 当初就不该供我上学 反正就是想住进来 我妈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 从小只要我哥过得好 她就比谁都高兴 至于我过得好不好 她从来不在乎 甚至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话 后来 她知道我有钱了 才偶尔打电话给我 但每次开口 不是要钱 就是让我帮我哥办事 他们搬进别墅后 我哥为了面子 逢人就说 这房子是她买的 嫂子肯定被她蒙在鼓里 以为房主是我哥 我冷笑着看着她 仿佛在看一个笑话 你们吃我的住我的 连齐齐的学校都是我找的 你还不知道足 看来你是活够了 嫂子听到我这么说 根本不信 以为我在撒谎 你做梦了吧 这房子是你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嫂子恶狠狠地说道 似乎为了让自己相信 又加了一句 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什么都是你的 我看过房产证 上面明明是你哥的名字 看来 我哥为了哄她 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我面无表情 冷静地看向我妈 妈 你过来 你说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我妈心里明静似的 但此刻她不敢回答 只是一个劲地拉着我的手劝说 家家 你这是何必呢 都是一家人 何苦弄得这么难看呢 她又试图去劝嫂子 可嫂子正气头上 根本不吃她那套 狠狠推开了她 我妈亮呛倒在地上 嫂子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更别提扶她起来了 我冷笑一声 弄得难堪的不是我 是你们 这些年 你们从我这里得了多少好处 自己心里没数吗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妈总是这样 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头上 不管是不是我的错 总说是我在闹事 这已经是她的习惯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哥考试没考好 我爸打了他一顿 我妈却说是我没帮他复习 导致他没考好 我哥上五年级 我才三年级 我怎么帮他 我哥砸了邻居的玻璃 我妈也怪我 说是我的错 我哥逃学 惹事 都是我的责任 在我妈眼里 我哥永远是那个完美的儿子 而我则是霍根 嫂子站在旁边 骂骂咧咧地说要报警抓我 但实际上他连电话都没打 我知道他心虚 怕真如我所说 没几分钟 物业的保安过来了 核实身份后确认房子的户主就是我 这下嫂子急了 抓着保安的手嚷嚷 房子是我的 他才是该出去的人 但物业那边的档案不会出错 保安也不理会他的虎脚蛮缠 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 我哥回来了 他穿着一身运动服 满身酒气 手上戴着名牌手表 看样子刚出去潇洒完回来 我哥一向不务正业 要不是我托朋友给他安排了份轻松的工作 他现在估计还在酒店当保安呢 嫂子见我哥回来 像是找到了靠山 立马扑上去哭诉 强子 你妹妹要逼死我们 她要叫保安赶我们走 大中午的 你让我们去哪儿 琪琪还那么小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活了 她一边抱着孩子 哭得梨花带雨 一边向我哥诉苦 我哥看着妻儿哭得这么伤心 顿时怒火中烧 冲着我吼 你发什么疯呢 大中午跑来我家闹什么 她显然在这房子住了几天 早就忘了这房子是谁的了 我耐着性子 把事情的经过跟她说了一遍 谁知她却摆摆手 打断我 满脸不耐烦 行了行了 不就是妮妮想回家了吗 你不让她在我们家住了 你就赶我们一家人出去 你这心也太狠了吧 说着 她眉毛一挑 脖子上的青筋暴露无遗 你一下子赶我们四口人出去 邻居们还不骂你没人性 你撵我们就算了 连妈也不管了 你还是不是人啊 听她这么说 我心里冷笑 我早该料到 她永远这么不讲道理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让她住进这房子 既然她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那我也没必要客气 我对保安说 把他们都给我请出去 保安很快照办 没几分钟 我搁一家三口 就被赶了出去 我妈还留在房子里 我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让物业派人来 把他们养的小狗 连狗笼子一起扔了出去 我妈看着这一幕 气得直跺脚 冲上来想掐住我的脖子 我反手一推 她便扑倒在地 她咬牙切齿地喊 佳佳 你太过分了 那可是你亲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你良心呢 难怪你爸从小就不喜欢你 说你心眼坏 欺负你哥 你这人从小就没心没肺 他的话戳到了我的痛处 小时候 我妈经常在我爸面前说我心思歹毒 欺负我哥 结果我爸一直对我看不顺眼 连上学的钱都不愿给我 我是靠勤工俭学 道村大队借了钱 才读完大学 想到这些 我心里一阵冰凉 看我不说话 我妈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枪地 我哥一家人被赶走 我妈失去了依靠 显得特别无助 我看着她 冷冷说道 你别再嘀嘀了 你要是乖乖的 我就让你留在这里住 要是再多说一句 我让你跟他们一样滚出去 我妈被我吓住了 立刻捂住嘴不再吭声 瞥了我一眼后 匆匆退了出去 眼前的闹剧暂时平息 但我知道我妈肯定还在打什么主意 这事没完 果然 不出几天 我就接到了我哥的电话 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声音柔软地不像他 家家 哥知道错了 那天是我太着急了 喝了点酒 看你那么对你嫂子 我心里难受 我直接打断他 哥 你只是看见他们哭了几声就受不了了 那我的女儿呢 我的亲生女儿被他们丢在大街上 我这个当妈的什么心情 你想过吗 换位思考一下 谁能受得了 我哥沉默了几秒 接着继续道歉 我知道都是我们的错 你嫂子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没坏心眼 你别和她计较 她这些天一直在闹 说那房子住惯了 租的房子又小又破 她实在受不了 我冷笑 这话说得轻巧 人从奢入减 确实难受 嫂子这些年 在我买的别墅里住得舒舒服服 我妈伺候得周周到道 加上我不时地补贴 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更别提侄子上学的事 都是我托人安排 费了好大劲 才让她进了市里最好的小学 本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结果嫂子却给我闹了这么一出 我打了个电话 侄子的学校直接取消了她的录取资格 这下 他们一家可算是从头再来了 我哥在电话里说得情真意切 但我心里还没消气 不想这么轻易原谅他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等家里的保姆回来后 我把女儿接回了自己家 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我妈一个人 她开始茶饭不思 整天魂不守舍地在家里转来转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哥又打了几通电话 见我说话的态度有所缓和 才稍微放下心来 我通过监控看到 我刚搬走没几天 他们就拖着行李 重新搬回了别墅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我趁着他们不在的时候 已经在家里各个角落装上了针孔摄像头 那天 我看到嫂子拖着行李 想回到他们原先住的房间 可当她打开门 看到里面全是我的东西时 咬了咬牙 最终退了出来 搬进了一楼的房间 虽然他们还带着那只狗 但这次不敢再让狗住进原来的房间 而是随便把狗窝扔进了外面的库房 我知道 虽然他们又回来了 但嫂子恐怕又要开始折腾了 果然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从摄像头里 看到家里时不时有陌生人进进出出 有时是一两个人 有时候甚至是一大家子 他们来了之后 东看看西看看 像是在看房子 我心里一阵疑惑 难道我哥打算把房子卖了 可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毕竟房产证在我手里 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哥再大胆 也不敢伪造房产证卖房子 为了放心 我还是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问家里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妈支支吾吾了半天 只说家里挺好的 让我安心工作 没事别老往家跑 她刻意地嘱咐 让我更加不安 直到那天 我从监控里看到 我妈 我哥一家人 连同那条狗 一起搬出了别墅 我正要打电话 问他们怎么搬走了 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结果监控里的一幕 差点让我下巴掉了下来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 穿着道袍的男人 神情诡异地走了进来 接着就是像电影里一样的 做法式的场景 只见他摆上了一张大桌子 桌上堆满了黄纸 蜡烛 符咒等东西 然后他开始挥舞着手里的桃木剑 嘴里念念有词 一会儿朝上砍 一会儿朝下挥 总之看起来神神叨叨的 做完法式后 这个人才离开 紧接着 又有几拨人陆续进来 每个人都穿着黑色衣服 手里拿着一个红棕色的盒子 还有的人在胸前或袖口上戴着白色的小花 我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是什么邪教组织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看到他们走进了各自的房间 我连忙切换摄像头 仔细看向每个房间 只见这些人打开了手中的盒子 把一个个白色的东西摆在桌子上 我放大了画面 才看清那是灵排位和骨灰盒 看到这一幕 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原来他们把我的家当成了住宅墓园 我狠狠揉了揉眼睛 再次确认他们确实是在摆灵位 我的眼睛充血 心跳加速 连忙拨通了我哥的电话 开始的时候没人接 直到我连续打了十几遍 电话那头才传来我哥懒洋洋的声音 怎么了你 我气得浑身发抖 怒吼道 你把我家搞成什么样了 我哥显然没料到我会发现 还试图蒙混过关 没什么呀 家里挺好的 他甚至还让妈妈接电话 家家 家里好得很 没什么事 你别担心 我妈也在电话里附和道 我气得太阳穴直跳 愤怒地吼道 你们马上给我在别墅门口等着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十几分钟后 我开车赶到别墅门口 上次吵过之后 他们对我有了几分忌惮 已经乖乖在门口等我 我哥还笑着打算敷衍我 你怎么了 我们刚刚还在里面休息呢 我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打开手机 把监控画面中的灵牌位亮给他看 看到这些灵位 我哥立马傻了眼 嫂子见事情败露 急忙上前抓住我的手解释 妹妹 是这样的 我听小区的人说 现在死人墓地比活人的房子还值钱 你哥和我现在也没什么经济来源 琪琪还要上学 我们就想着把房子租出去给死人当墓地 他说的一脸理所当然 好像这房子本来就是他们的 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发财的好路子 见我脸色铁青 嫂子赶紧讨价还价道 对了 我和你哥商量过了 租金我们二八分成 你拿两成 我们拿八成 说完 他还瞥了我一眼 像是等着我夸他 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哥赶紧圆场 实在不行三七分也可以 毕竟房子是你的 你多拿点也应该的 不过我知道你不缺钱 不要就算了 简直荒唐至极 我哥能和我嫂子在一起 真是天作之和 垃圾就该分类在一起 我冷笑着看了看我妈 她满眼都是对我哥的崇拜 还夸道 你哥真厉害 脑子多灵活 这么个赚钱的法子都能想到 了不起啊 我妈拉着我走到一旁 小声对我说 家家 你知道吗 这房子租给死人 比租给活人值钱好几倍 要不是你嫂子想出来的好办法 我们还不知道呢 我们都已经搬出去了 租了个便宜房子 这样还能赚不少差价呢 嫂子也得意洋洋地补充道 死人一个牌位一年三万块 家里现在有十个牌位 那一年就是三十万 房子还没住满呢 估计还能租出去更多 我简直听不下去了 本来还想着看在亲情的份上可怜他们 让他们搬回来住 没想到他们竟然把我的房子弄成了墓园 我花了一千多万买的别墅 竟然被他们糟蹋成这样 别说自己住了 现在想卖也卖不出去了 嫂子见我没反应 以为我是嫌他们给的钱太少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那么有钱 就别来计较我们这点小钱了 她顿了顿 又继续说 对了 你放在二楼的那个雕塑 法师说不吉利 影响超度 我们就给扔了 跟你说一声 免得你回头找我麻烦 听到这里 我急忙打开监控 果然发现 我那花了两千万买回来的清浴睡帘雕塑不见了 那是我在法国拍卖会上拍下的 买回来时 我还特意叮嘱我妈 这东西贵重 一定要小心 我以为放在别墅里不会有问题 没想到 他们竟然不识货 直接给扔了 我妈看了我一眼 试图为嫂子辩解 那个东西绿油油的 放在走廊太爱地方了 我们早就想扔了 你嫂子也就顺手给处理了 我哥也不以为然地接话 你瞪什么眼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扔了就扔了吧 等把零牌租金收回来 大不了再给你买一个 别一天到晚这么小气 听到这话 我忍无可忍 冲上去狠狠扇了我哥一巴掌 嫂子健壮 立刻扑上来想打我 我又一个巴掌扇在他脸上 两个人被我打猛了 愣了一下后 齐声质问 你疯了 我妈见我打了我哥 立刻跑过去摸着我哥的脸 心疼地叫了起来 我没理他们 直接拨通了电话 这次我没找物业 而是直接打了110报警 最终 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和非法占据房屋的罪名 把我哥抓进了看守所 那些租灵位的人也因不合法的租赁关系被清理了出去 我嫂子被迫退还了之前收的钱 还赔了不少 在看守所外 我哥指着我咒骂 你真狠 连亲哥哥都敢告 良心让狗吃了吧 我看你将来肯定不得好死 我冷冷一笑 没有理会他的怒骂 之后 我把丢失雕塑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 根据我提供的拍卖证明 警察确认 我嫂子把价值两千万的雕塑扔掉 构成了盗窃罪 听到雕塑值两千万 还涉及盗窃 我嫂子吓得腿软 跪在我面前不停哀求 家家 我真不知道那东西那么贵 早知道我就不会扔了 求你放过我吧 我们是一家人啊 我可是你亲嫂子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 谁跟你是一家人 我没有你这样的家人 为了替我哥嫂还债 我妈不得不卖掉了家里的老房子 还把我之前给她买的首饰都卖了出去 她年纪一大把了 还得出来工作 为了养活侄子 她一天打两份工 白天做保洁 晚上摆摊卖夜市 嫂子享福享了几年 早就不想再回到那种破败的生活里 她一心想着再找个有钱人 却没眼力 最后傍上了一个假大款 那男人根本没钱 反而用她的身份证借了一大笔网贷 结果 嫂子偷鸡不成十八米 最后被我哥抓了个现行 捉奸在小旅馆里 嫂子名声毁了 还背上一大笔债 我哥一怒之下 跟他离了婚 但那笔贷款 是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借的 所以 我哥也被连累 欠下了不少债务 我哥气急败坏 打了嫂子一顿 带着我妈和侄子去了南方 从此再也没回来 至于那件青玉雕塑 最后竟然被找到了 他们当时把雕塑扔到小区垃圾桶里 正巧被一个识货的邻居捡回了家 毕竟是高档小区 还是有人懂得鉴赏的 小区物业发了失误启示后 那位邻居很快联系了我 愿意无条件归还 为了感谢他 我还请他吃了顿饭 巧的是 那位邻居是个古玩收藏家 家里收藏了很多宝贝 但没有地方存放 得知我家别墅的情况后 他说不在意那些风水忌讳 想买下我的别墅用来存放古玩 就这样 我把别墅卖了 价格和当时买的时候差不多 算是因祸得福 更重要的是 我交到了一个好朋友 没有娘家人打扰的生活 过得格外轻松 有一天 我开车经过路边 远远看到一个棚头垢面的女人倒在地上 旁边的两个老人对她又打又骂 我好奇地挤进人群一看 竟然发现那个狼狈不堪的女人 是我嫂子 而那两个老人是她的父母 嫂子如今走投无路 回到娘家 没想到却被家人嫌弃 还被赶了出来 她的父母骂她是赔钱货 根本不承认有她这个女儿 也不愿意管她 我忽然想起几个月前 我抱着女儿进了空调房 而嫂子当时讥讽我 一个嫁出去的女儿还往娘家跑 真没教养 让老娘替你带孩子 你孩子是张家人吗 谁有空帮你看孩子 她当时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 如今的她 不知是否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 我冷冷一笑 转身离开了人群 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 恐怕她一辈子都改不了 哪怕她自己也是被贬低的那个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警察赶来 将她带走后 场面才归于平静 我重新上车 今天是我女儿开学的第一天 我要去接她 我曾答应过女儿 她永远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阳光明媚 我心情舒畅 未来一片光明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前世我买彩票中了八千万 父母和妹妹却联手我的男朋友 抢走了彩票 后来更是和我断绝关系 赶出家门 最后在一次争吵中 我被妹妹推下楼梯 不省人事 再次醒来 父母妹妹竟和我一起重生了 看到他们迫不及待地去买我前世中奖的那串数字 我勾起唇角 他们不知道我是天生锦礼 欲能中八千万不是因为那个彩票号码 而是因为这是我买的彩票 再次睁眼 我恍惚地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 这是我前世曾经待过很久的房间 还没等我缓过神来 房间门被粗暴地撞开了 爸妈 快压住这个剑蹄子 别让它有机会跑出去了 我的妹妹林婉月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眼神流露出恶狼般的贪婪 父亲林大壮在听到林婉月的指示后 毫不犹豫地扑到我的身上 她死死地压住我 拿出绳子把我的手捆得扎扎实实 母亲陈柔则啪嗒声把门给锁了 冲着我大吼米就在这好好待着吧 说完 她又立马换上一副和蔼的面孔 柔声对着门外的林婉月乐了 快去把彩票给买了 听到这里 我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钱是害死我的这三个人 竟然也全都重生回来了 这件蹄子不会也重生了吧 我听到陈柔巧声问林大壮 重生了又咋地 她能翻出什么水花来 更何况钱已经板上钉钉能到我们手里了 林大壮粗粗咧咧地回答 丝毫不避讳我的存在 爸妈 你们在说什么 我正愣地看向他们 装出负什么都不懂的无辜样子 你只要知道不要消想不属于你的东西就行 陈柔美好气地上下打量着我 冷哼一声 我内心暗自发笑 这一次那串数字可不会中奖了 因为我是天生锦礼运 不是我买 你们背出数字又如何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运气似乎不一般 而这个不一般貌似已经超过了唯物主义的范畴 小时候超是摇小球 我随手摇就是金球 再摇又是金球 第三次摇双是金球 只把店员都给看傻了 我明明记得里面只有一个金球店员这样小声嘀咕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我时常想 是不是就是因为自己这方面的运气太过匪夷所思 遇到的人才会一个比一个烂 由于家里的这几个牛马蛇神 在小时候就对我处处打压 对我妹则春暖花开 天心得很 我就留了个心眼 完全没透露给他们自己奇妙的中奖体制 前世的那张彩票 原本是我想彻底离开这个家的准备 却没想到被男友被刺 把中奖仪式捅给了他们 后来的事谁都知道了 重来一次 我绝不会放过这四个人 林婉月很快就买完彩票回来了 她脸上的那股兴奋劲 隔着十米远我都能看出来 只见她趾高气昂地走到我面前 一脸蛮横 林小 我们家马上就要发财了 不过 这可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啊 对对对 马上要发你梦里的八千万了 妹妹你在说什么呢 怎么买张彩票就叫发财了 我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咱家是没钱 但也要踏踏实实 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吗 我好心这样劝解林婉月 林婉月却一下子火了 一把拉起我的衣领 愤恨道 你这贱人就是酸 照你这样说 那我买一张彩票也叫发财了 我立马推开她 并狠狠地踩了她一脚 踩完也没管她的反应 我直接当着她的面 随手在网上买了一张彩票 这下林婉月像是看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林小 你可真是什么也不懂啊 这样吧 你现在下跪给我磕几个头 到时候看着往日的情分 我可以施舍给你一点 凭啥你说你有钱 那富姐倒是给我五十看看实力呀 我不理她的挑衅 白了她一眼 好好好 你就等着吧 她转身就不知道跑去林大壮那里说了些什么 接下来的一天 情况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内 我那父母和妹妹果然去借了高利贷 距离彩票开奖还有一周时间 但那三个极品很明显已经按捺不住了 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 彩票数字都一样 怎么可能不中奖呢 再加上 我常常在他们面前煽风点火 表现出一副他们都在吃人说梦的模样 于是他们便想狠狠打我的脸 就跑去借钱了 走平常渠道 其实是借不到很多钱的 可是他们贪心不足 舌吞下 一起去借了高利贷 而且他们三个都是担保人 也就是说到时候要还债 一个都跑不掉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房产 车子 一切能抵押的都给抵押上了 对我来说 倒算是意外之喜了 估计是为了羞辱我 他们想拉着我一起去商场 我对此也是乐见其成 抱着看笑话的态度 就随他们去了 金碧辉煌的高级商城里 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 充斥着富贵的香味 他们仨像是流浪老进大官员一样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一切 而后又迅速露出狂热的贪欲 林满月指着一个买米的包大叫 这个给我包起来 随后他又买了全套卖命 穿戴齐全后跑到我面前炫耀 李小 你看看好看吗 我心中暗自好笑 买驴的贬值程度可比别的牌子多太多了 两天后 他就等着抱着那堆名牌哭吧 陈柔显得有些不安乐 我们毕竟花的是高利贷 怕个屁月 放心用 过个两天 八千万不就到账了 你们女人就是爱瞎想 林大壮有恃无恐 一副爆发户模样 很快 陈柔也沉浸在购物的快乐中 他们买下各式各样的名牌衣服 包包 首饰等等等等 林大壮更是豪迈地付了一辆豪车的首付 想必他心里正坐着过两天去提车回来的美梦吧 就这样 他们三人披金带银地准备回去了 而我则穿着朴素站在他们身旁 像个庸人一样 路人也对我头以奇怪地视线 他们见状 更加得意了 林婉月幸灾乐祸道 我说林小 你现在可真够狼狈的 真不知道是从哪个乡下来的野鸡 我对她的挖苦毫不在意 随口应付 嗯嗯嗯 你说得都对 我是真不懂 有点钱又怎么了 有什么资格来嘲讽我 更何况他们也不会有这笔钱 陈柔先对我发难了 你怎么对你妹妹说话的 好了吗 林小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就是嫉妒了呗 我开口故作不屑 买几个名牌就算豪横了 人家真的有钱人 名牌都是别人送上门的 你们还要上赶着去买 真漏 他们轻而易举地被我挑衅的话语所激怒 恶狠狠地瞪着我 就在此时 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小小 你在家吗 我来找你了 钱是被赐我的男朋友找上门了 这一次就让他们四个狗咬狗 到家门口的时候 张浩宇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看到我妹妹全身名牌闪闪发光的样子 眼睛一亮 丝毫没发现 我就站在他们身边 见到张浩宇前世的记忆如海浪般席卷而来 前世的这个时候 张浩宇就已经背叛我 背地里和我妹妹好上了 不得不说 张浩宇有一张具有欺骗性的脸 看上去为人很正派 我从小就在没有爱的环境长大 是一个特别缺爱的人 刚上大学的时候和他在一起还傻乎乎地以为这个男人能给予自己爱和安全感 后来中了八千万 我也是第一时间告诉了他 却没想到等来的是绝望的背叛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和我妹妹站在我面前 面带不屑地看着我 林小 你是真的蠢货 老子早就玩腻腻了 八千万全部交出来 然后滚出去 我不可置信 在那一刻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崩塌了 我努力挣扎 可却完全反抗不过他们四个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中奖的彩票被抢走 若是这样也就算了 毕竟我有锦里运 再重一次对我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他们后来一次次地没事找事 不停地侮辱我 打压我 就算是倪人也有三分火气 我气不过 便与林婉月吵了一架 随后就被推下楼梯 失去了意识 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我看到了他们脸上嘲讽的笑容 这一世我只会好好爱自己 而那些辜负我的人 也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一边 张浩宇和林婉月 已经开始眉来眼去了 张浩宇 你怎么来了 对于这个男人 我连表面的客气都懒得装 你什么语气呀 干嘛对浩然哥这么凶 林婉月倒是替她打抱不平起来了 看到林婉月不自然的神情 我知道现在的林婉月根本已经瞧不上张浩宇了 毕竟她可是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坐拥几千万了 说这话仅仅只是为了隔应我而已 见林婉月这么给她面子 张浩宇脸上不禁有些春风得意 小小 你今天什么语气 还有你家现在这时 她装作不经意地打听起我家的情况 可眼睛已经死死盯着林大壮今天买的一块劳力似了 我感到非常可笑 世人都说女人败金 可男人败金起来明明就不遑多让 前世会看上这种人 是我眼瞎 林婉月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 摆了摆手 浩宇哥 那可不是她家只有我们有钱而已 她算个什么东西 张浩宇脸色一下子变了 我们分手吧 林小 我简直要笑出声了 张浩宇 张浩宇连眼都不眼了是吗 真是教科书似的 翻脸如翻书 林婉月也立刻挽住张浩宇 宣示其主权来 不愧是佩狗 天长地久 想到此处 我不再忍耐 抬起手 用尽全身力气抽了张浩宇一巴掌 她的脸上立马浮现出红印 趁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我换了一只手 再狠狠地抽向了林婉月的脸 看着这两人脸上对称的巴掌印 我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下整齐了 真舒服 林婉月捂住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张浩宇恼羞成怒 脸上青筋抱起 想冲上来打我 但我对此早有预料 灵敏地躲过去了 林小 你怎么有脸欺负你妹妹 给我滚出去 林大壮和陈柔像护仔的母鸡一样护着林婉月 我冷冷地看着这两个挡在我面前的人 前世就是这样 在妹妹出生后 我就彻底变成了家里的洗脚臂 他们肯满足林婉月的各种小要求 对我则是不满意 就一顿拳打脚踢 他们竭尽所能地希望林婉月成才 却始终不肯多看我一眼 当时我还很天真 想着也许发愤读书能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而我之后也确实考上了比林婉月好得多的大学 但他们只会指着林婉月睁眼说瞎话 不愧是我们林家的种 比那个赔钱货不知道优秀了多少倍 这样毫无根由的极端的天心 从我的童年一直贯彻到现在 我时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吗 不管怎么样 现在也该断得彻底了 我一字一顿 眼里带着决然和解脱 好 我们把话说清楚 我也成年了 现在立刻把我的户口牵出来 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和义务了 他们当然是父求之不得的样子 我知道他们绝对不希望我能分到一丁点那八千万 可笑的是他们根本不会拥有那笔钱 手续办得很快 我很快搬了出去 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 我确实可以凭借自己的锦礼运轻而易举地得到金钱 但经过前世的经历 我明白了 这是一把双刃剑 我不能一直依赖于运气 因为这样久而久之 只会成为什么都不会做的废人 而且 人的贪欲是无穷的 永远都无法被填满 我不想被这样的欲望所蛊惑 一看时间 距离彩票开奖只剩一天了 这时初中的友人李美琪突然发信息给我 语气有些奇怪 林晓你家现在怎么这么发达呀 她截了好几张图给我看 都是来自林婉月的朋友圈 因为林婉月和我是一个初中的 只比我小两届 所以李美琪也有她的微信 第一张图片上堆满了奢侈品的包装和配纹 是充实的一天 第二张图片上是一颗钻戒 配纹是亲亲男朋友送的 我痴笑 张浩宇为了棒上富婆 也是下了血本了 按她的实力拿下这样的钻戒 恐怕借了不少钱 第三张照片是林婉月、陈柔和林大壮的三人合影 配纹 一家人扑 想拿朋友圈来恶心我 可我根本不会因此而感到伤心痛苦 因为我知道了自己并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在被他们赶出家门后 我就立马拿着几根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 我运气好取道的头发都带有毛囊 结果不出我所料 我和他们三个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前世那些区别对待一下子就有了理由 当然有理由绝不代表我会理解我受到的那些伤害一直存在着 他们几个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手机上 李美琪正继续给我发消息 我去 林婉月是失心疯了 我刚刚直接去问她什么情况 这绝对是意想症吧 还有他们凭什么把你给排除在外面呢 你知道她说啥了吗 她竟然说自己一天后会中八千万彩票 我动动手指敲了一句 美琪想看一出好戏吗 为了更好地羞辱我 林婉月在几天前就给我发了一个地址 还很贴心地付上了时间 她都这样了 我自然要去赏脸了 第二天一早 我全副武装 前往了队讲处 李美琪也在那边等着了 她拉住我 指了指旁边 示意我看过去 我定睛一看 林大壮开着一辆法拉利高调出场 林满月看我来了 大步走来 还特意冲我招了招手 露出手腕上的僵尸单盾 林满月高傲抬头 像只战斗状态下的攻击 林小 你还真来了 不是不相信我们家有钱吗 马上你就能看到结果了 身边的李美琪先看不下去 真特么装 我微笑 那就拭目以待了 手机屏幕上数字滚动 很快就停了下来 看到熟悉的数字 我轻松地笑了出声 这数字确实眼熟 不过可不是前世中奖的那串数字 而是我在林满月眼前随手买的那串数字 当时还被她顿嘲笑 林满月那边却丝毫没有去看中奖数字 直接走到对讲台前 指高气昂道 我们要对讲 他们太过相信前世的结果了 虽然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确实如此 只可惜他们碰上的是我 工作人员核对过后露出奇怪的神情 很抱歉 您并没有中奖 林满月此刻脸上还停留着高贵不可一世的表情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自己没有中奖 就这样直直地站在原地 笑死她梦里的八千万飞走了 放你妈狗屁 不可能 林大壮神情激动 透过玻璃想把手伸进去扯工作人员的领子 数字变了 陈柔绝望地拿出手机展示给他们看 脸色灰白 林满月一下子慌了神 嘴里不断念叨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她突然冲向我 眼神很利地令人毛骨悚然 是不是你这个贱人做了手脚 我见她快要扑到我身上想揍人 立马从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房廊喷雾 全给她往脸上喷了 她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两只手像死鱼一样扑腾 李美琪也是个暴脾气 对她狠狠呸了一嘴 林婉月 你果然有病 你不中奖和林小有什么关系 陈柔和林大壮想过来帮他们的女儿 但是工作人员已经呼叫保安来控制场面了 他们被保安控制住 一如我刚重生回来 就被他们死死地捆住双手 立场彻底捣唤 我就这样当着他们的面走向柜台 麻烦帮我对一下这张彩票 工作人员嘴巴张大到几乎可以塞下五个鸡蛋 恭喜你女士 这可能是我在职生涯里能亲眼见过的最大的奖 我的那串数字毫不意外地中了一亿 林婉月虽然眼睛被我喷了喷雾看不太清 可她耳朵没问题呀 她听到这话 竟是直接啪的一声晕倒在地 陈柔呆立在原地 满脸都是恍惚 身体疯狂颤动 林大壮更是无法承受这打击 满脸战红 她猛地推开阻拦她的保安 挥动着双拳 却又很快被制服在地 路人窃窃私语 哪来的一家子疯子这是想中奖想到发疯了吧 太恐怖了 那个小姑娘运气真好 这么大的奖啊 最后这三人因为扰乱秩序被送到了派出所 我想起码得拘留个好几天 还有那些高利贷 真诚希望他们这辈子能还干净吧 李美琪缓过神来 惊讶地看着我 拍了拍手 林小 你说得对 还真是一出好戏 我玩耳一笑 这才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忙于办多个手续 不过大学也是照常再去 在一节毛盖课上 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林小 我们谈谈 我用脚指头想都知道是张浩宇那个渣渣想来吃回头草 她之前一至千斤买的钻戒打水飘了 就回来找上我了 我没理 直接拉黑 不过我也是低估了她的脸皮 下课她就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了 旁边不知情的同学还起哄 林小 你男朋友还来接你下课呀 真甜蜜 我直言 张浩宇 在你劈腿我和林满月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已经彻底分手了 你现在死皮赖脸再贴上来是想干嘛 听到这话 刚刚还起哄的同学立马鄙夷地看向张浩宇 张浩宇被我下了面子 脸色变得很难看 但她立马换上一副深情款款的恶心模样 拉起我的手 小小 我知道错了 是林满月 她勾引我的 我根本没想和她在一起 我像粘上什么脏东西一样狠狠甩开她的手 真他妈晦气 我赶紧拿出了免洗消毒液给手消毒 随即冲她破口大骂 大哥 你特么有脸说这话 当初和林满月在一起不就是看中她的钱吗 现在回来找我 不会是她没钱了吧 张浩宇被说中了心事 立马恼羞成怒起来 我没等她回嘴 立马继续输出 张浩宇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给她买了个大钻戒 说出来给大家笑笑 借了多少钱呢 现在回来找我 不就是为了让我和你一起还钱 你可别恶心人了 张浩宇赶紧摇头否认 但她心虚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一切 周围人看不下去了 全都议论纷纷 这男的真恶心啊 哪来的脸呢 小姐 我的女王 当面对人渣 我真的要吐了 竟然好意思找被劈腿的前任来 还她给现任用的钱 污蔑你污蔑我 你说这么多 你有证据吗 证据当然有 我打开手机里的音频 点击播放 蠢货 面对你们这一帮子极品人 我怎么可能不做好全部的准备 音频播放 如实还原了当初的场面 从听到林婉月他们的钱 和我没关系 就直接和我分手 到后来 他们挽起手 爱爱的那些话语 这一切的一切 全部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所有人都被张浩宇的贼喊 捉贼震撼了 连平时和我完全不熟的男生 都为我打抱不平 哥们 你还是个人吗 你连畜生都不如啊 张浩宇见事情已毫无转机 脸清一阵白阵 赶紧扭头跑了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笑了 张浩宇看来还不知道我中奖的事情 如果林婉月后面告诉他这件事 他绝对还会卷土重来 不过冰来土掩 水来降荡 我可不怕他们要回到出租屋的时候 我远远地就看到林婉月的身影了 几天不见 她的脸上再没有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只剩下麻木和空洞 她连几柱都弯了下来 整个人散发着颓废绝望的气息 林婉月 你不去还债 来这里 赌我什么意思 我抱着胸 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贱人 你也重生了 是不是 你把那张彩票换掉了 是不是他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 是我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可这一切和我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他们自己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超前消费 欠下一屁股债 明明就是旧游自取 我双手摊 关我屁事 她被我轻蔑的态度激怒 竟直接冲着出租屋的门 就是一顿杂 我好像没有告诉她 我在门口和家里都放了监控来着 恭喜林婉月 债务每每多添一笔 在临走之前 她死死地看着我 林小 你等着吧 就如林婉月所说 过了几天 林大壮和陈柔就来学校闹事了 因为欠了还不光的钱 他们已经无所畏惧了 陈柔直接跪在学校门口 身上背着一个血红色的大牌子 上面用黑色的大字写着 林小拒绝赡养亲生父母 罔顾人伦 林大壮则拿着大喇叭 循环播放牌子上的话 这是很快惊动了学校上头的人 辅导员马上就找我去了校长办公室 林小 现在你父母和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学校的形象 再继续扩散下去 你面临的就是退学 校长打完一大棒又给我吃了把甜枣 你连续拿了四学期的奖学金 是个优秀的学生 现在就下去给你父母道歉 再出面解释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行为 我对校长十分失望 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我 我会让他知道他是错误的 这件事我在两天内会处理好的 不劳您费心了 我抛下这句话 转身离开办公室 打了一个电话 你好 之前托你调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这样说道 请您放心 我们已经找到林大壮和陈柔买孩子的证据了 在知道我和陈柔 林大壮他们并无血缘关系之后 我就找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这件事 据我所知 他们并没有什么亲戚 因此大概率可以排除我是亲戚家的小孩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我是被拐卖到他们家的 顺着这个方向查 果然查到了真相 电话那头的人继续说道 林大壮和陈柔在十九年前由于一直生不出孩子 就去找人买了一个 那个孩子就是你这些是当年同村人的一些口供和当年付钱的字据 我全部发到您的邮箱了 林大壮嘴上没个把门 买完孩子后到处和别人宣告 至于你的亲生父母 很抱歉 我们没有找到 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谢谢 这些就足够了 这些证据已足够把他们送进监狱 此时 外头舆论已经彻底爆发了 不只是校园墙上被挂满了 林大壮和陈柔铁了心地想从我这里搞到钱 他们还找了记者过来拍摄 想扩大影响力 给我施压 这件事很快就爬上了热搜的尾巴 随即越来越往上攀 现在的大学生就是没良心 哪有上了大学就抛弃父母的这种人就应该退学处理社会败类 天哪 那个跪在门口的母亲该是有多绝望啊 我都快哭出来了 网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评论都是在对我进行辱骂 偶尔有几个熟人为我说几句话 但很快就被网民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 我毫不在意网上的评价 迅速把证据整理好 反手全部发到了网上 然后大摇大摆地朝陈柔他们走去 边上的记者见到我 就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把我围了起来 林小 你真的抛弃父母了吗 林小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行为 我冲着周围的记者摆摆手 我想先和他们说几句话 我走到陈柔面前 他仍跪在地上 脸上苍老了许多 陈柔一见到我 宛若见到了救星 他抱住我的大腿 苦苦哀求 爸爸妈妈真的活不下去了 我们辛辛苦苦养你二十年 把你送到大学读书 可你却在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走了之 我们真的寒心啊 我挑了挑眉 哦 那当初是谁主动把我赶出家门 当时怎么说的 我录音也全都有 你们会落到现在的局面 是因见道德绑架不成功 陈柔露出怨毒的神色 为借高利贷去买奢侈品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林小 你都有一亿了 凭什么不给我们花 林大壮粗声粗气 他们真的认为我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 可他们怎么不想想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要脸的人 一亿除掉扣税的部分 我全都捐了 我直截了当地把捐款页面展示给他们看 还有我们之前没有血缘关系 不是吗 我是你们买来的孩子 从小到大受到的那些虐打和挖苦 我绝对不会忘记和原谅 相关证明和捐款记录已经全部放在网上了 公道自在人心 我问心无愧 我抛下一个惊雷 身边围观的记者和人群瞬间炸锅 随着我把证据放到网上后 形势就逐渐逆转了 一开始还有人不信 认为我是在洗白自己 很快 一个官方账号转发了我的微博 配文 坚决打击拐卖儿童的行为 这下可是实锤了 陈柔、林大壮的所作所为 网民们全都倒戈向了我 而现实里 林大壮还在不甘心地垂死挣扎 血口喷人 吼完他求救式地看向四周的记者和人群 是这件人污蔑我们 你们要替我们讨回公道啊 记者和人群又不是傻子 他们看到了网络上热度正不断发酵的证据和官方的盖章 立马有人站出来冲着他们大声嚷嚷 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人 借钱单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 还让被你们买来的孩子还钱 我呸 你看看人家中的遗亿 还把钱全部捐给了慈善组织 周围人附和 对啊对啊 还来人家姑娘学校造谣 如果不是这姑娘机敏 查清了真相 留了证据 她会被网报到死的 拐卖儿童 买卖童罪 坐你们的大牢去吧 见大势已去 沉柔的脸上一下子失去了所有血色 她头发凌乱 眼里不满血丝 喃喃自语 完了 全完了 林大壮此刻也再也无力 做些什么了 她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整个人像被压垮了一般 直不起身子来 我冷眼看着已经坠入深渊的两个人 你们就在监狱里好好忏悔吧 陈柔和林大壮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网上对他们的谩骂并没有停止 甚至愈演愈烈 好事的网友们 扒出了他们的亲生女儿林婉月 我顺势将林婉月砸门的视频以及渣男贱女的音频全部发了出来 又在网上掀起一阵风暴 这一事得让他们好好尝尝千夫所指的滋味 张浩宇在学校彻底抬不起头看人了 被迫休学了 林婉月那边熟人告诉我 她为了躲债已经无路可走 学校去不了 家里也被查封 此刻不知躲藏在哪个天南海北的地方 因为在陈柔和林大壮进监狱之后 所有的债务全部压在了林满月一人身上 我又收到了陌生短信 林小 你要逼死我是吗? 你会有报应的 你给我等着 我能有什么报应? 我动动手指就能再得到一大笔钱 而你的一生已经毁掉了 一辈子都会背负债务 我愉悦地打下了这段话 按照这两事 我对林婉月的了解 她必定会想方设法地报复我 而我现在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推波助澜 她的复仇行为 毕竟只是让她欠债 可远不能满足我呀 一天晚上 在我独自一人回出租屋的时候 我意料之中地 被绑架上了一辆黑色面包车 虽然被蒙上了双眼 但是熟悉的尖锐女生 已暴露了一切 林小 你可算落到我手里了 想不到吧 你以为你能高枕无忧了 过好日子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已经明白了 你的运气有问题 是不是你只要买彩票就能中奖? 林婉月的精神状态已经有问题了 说的话语无伦次 疯疯癫癫 果然 我的好妹妹行动了 在我之前的诱导之下 她推理出了我身上的锦礼 运地方到了 我被一脚踹下了车 林婉月粗鲁地掀开我脸上的面罩 这是一个疑似废弃仓库的地方 灯光昏暗 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灰尘气味 她头发凌乱 站在我的面前 眼神凶恶地像要把我生吞 我能看出她在这段时间里过得非常非常不好 她过得不好 那我就开心了 于是我仰起了一个大大的微笑 她气急败坏地想抽我 却被我一个翻滚力所躲过 算了 月月 反正她已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 一道阴沉的男生传来 张浩宇也在这里 我简直想仰天长笑 本来我还在思索怎样能让张浩宇得到更大的报应 没想到是想瞌睡就送上了枕头 林晓 事到如今 你只要给我们满十张彩票 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张浩宇手上拿着刀 一冷地看着我 我从她的眼神里感受出了浓重的杀意 不过我完全不指望她会放过我 也不需要指望 因为我准备的后手马上就要到了 我装出震惊的样子 张浩宇 你疯了吗? 这种事你也能信 你仔细想想林满月背负的债务 打一辈子工都还不完 她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你欠的钱却是完全可以还光的 你现在只是休学 过段时间大家忘了这件事 你再回大学继续学不好吗? 林满月是想把你拉下水 如果绑架这件事暴露了 面对的可是牢狱之灾 你忘记了吗? 是谁害得你背负债务? 是林满月 你真的要为了林满月意想天开的推测 赔上自己的一生吗? 我寻寻善诱 张浩宇似乎听进去了一点 眉头紧皱 浩宇哥 别听那个贱的话 林满月急了 就在此时 仓库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 随即门被撞开了 我的后手到了 其实早在几日前 我就向警方举报 自己收到了威胁信 再加上最近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些事 警方对我的举报投影了很多关注 我是故意选择在大晚上独自一人回家的 呵 这么好的机会不正方便他们付诸报复吗? 他们毫无怀疑地踏入了我一手编织的猪网里 警察 怎么会有警察? 张浩宇慌乱无措 手上拿着的刀不断颤动 是不是你报警了? 贱人 张浩宇冲着林婉月大吼 在我刚刚的挑拨离间下 他听信了林婉月要拉他下水的事 再加上他本就极度不稳定的情绪 他发疯了 自己已经没救了 还要来毁了我 贱人 我要杀了你 说完他提着刀 就往呆立在一旁的林婉月身上砍 警察一时间都来不及阻拦 林婉月几乎是立刻溅了血 我看到一道血柱从他的身上飞溅而出 警察找到机会拉开了张浩宇 晚了 林婉月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的状态了 他在地上蠕动着 想要站起来 可做不到了 最后他死死地瞪着我 就这样没气了 死不瞑目 张浩宇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杀了人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 我不要坐牢 都怪林婉月自己 都怪林小 你们都去死 都去死 啊 我翻了个白眼 嘲讽一笑 什么坐牢 明明是死刑 他听霸挣扎得更加厉害 不过都被警察给制服了 等待着她的是法律的审判 林女士 你不应该如此以身犯险的 幸好你没事 一个女警察朝我走来 语气里有谴责 也有担心 我冲她笑了笑 自重生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了全身心的放松 谢谢你 但是值得 我的复仇终于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崭新的美好开始了 张浩宇毫无疑意地被判了死刑 陈柔和林大壮 在牢里听到自己女儿被杀害的消息 直接晕倒了 现在还在抢救中 我彻底走出了前世的阴影 在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用过锦礼运 我坚信 美好的未来 是由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的 而并非虚无缥缈的运气 我顺利从大学毕业 还考了研 在工作方面上 尽管国外有公司朝我抛出橄榄枝 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留在了这片土地 成为了儿童保护协会的一员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这一次我想替那些孩子们撑起把伞 应该让我们再双手 就得担保��了